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哭了 沒有淚 委屈了 不管谁 错了 对了 谁说了算 忍了 罢了 无所谓 只是波云不见日 雨过天不尽 纵然还有一颗心 万里路难行 我愿承担 苦痛艰难 就算千斤万胆 扛在我肩上 我愿承担 是非恩怨 就算没有终点 看不见曙光 谁能没有错 何苦不原谅 放下心中远 寻的归花香 那如果换一个离家里 近年的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想想啊 近一点你就不用赶公车 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了吗 离家近一点能有什么工作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血厂了 走路只要五分钟就到了 你怎么这样子看着我 不想换工作 你们都帮我安排好了 我还能说什么 怎么突然跑回家了 人家赏你就回来看你吗 怎么不好 我没有说不好 我没有说不好 但是啊 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事 我很好 嘴巴说很好 我觉得你有形式 没有吧 是不是得胜欺负你啊 你快说吧 你不要让我猜我心急啊 得胜她希望我辞职 把拉丁工厂的工作给辞了 那多可惜啊 得胜她的意思是希望我可以 换到离家近一点的工厂上班 这样可以多一点时间做家事 潜轻婆婆的复制 他这么说也没错 问题是我拉丁工厂 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呀 待遇也好同事也很好啊 我拿水都离开嘛 那你跟德生说了吗 我查查你跟他讲 他那块梦头 谁知道他会跟工作人家 你公婆也希望你换吗 我看根本就是公婆的意思 是吗 他们让德胜来跟我讲 那我还能怎样 我也不想让他难做人 你能这么想就对啦 可是我工作明明就做得好好的嘛 硬要我辞职 我越想越不甘愿 你现在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 你应该要进的是一个媳妇的本分 早知道 到人家媳妇这么麻烦 我就不嫁了 我讨厌到人家的媳妇 我只要到你女儿 好啦 不要再这么孩子气了 你该承受一点 而且我打听过了 那个学厂的待遇啊 跟我现在的工厂比起来 真正少了三分之一 损失好大 是挺危险的 凡事有得必有失 你想想 少赚一点 可是呢 换得一家合力气氛 最满指的 你是诚心想让我心里好过点才这样讲 才不是 以前啊 你住宿舍没感觉 现在你每天要来聊会的 你不觉得很浪费时间吗 是浪费不少时间 可累吧 等车 赶车 挤车 你抓起来是忙得累的 所以啦 换个离家里经历的工作嘛 你也轻松点 好了 医生 你不做了 上下班感觉太累了 好 我知道你很累啊 可是我一直以为你会撑到年底 反正早晚都要离开啊 早点走 早点按公婆放心嘛 你结合婚就不一样 样样都会附家着想 那有什么办法 我问你啊 你那个男朋友在家里排行老几 他在家排行老二 还有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 那就还好 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老二责任比较轻啊 上面还有一个老大扛着嘛 结婚啊 最怕就是嫁给老大了 掌齐难为啊 你的能力那么强 难不倒你的 我真希望我自己有三头六臂 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你啊 别把自己累倒了 凡事要量力而为 放心啦 我会把自己调食好了 我们同事都这么久了 你的感情就像亲姐妹一样 现在你要离开了 真的很舍不得 我也很舍不得啊 希望大家以后还长有机会可以见面 对了 等一下我把大家的地址还有电话都留给你 以后一定要常常联络哦 阿婷谢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幸福 好好享受甜蜜的恋爱生活 我 大概就是这些工作内容 我知道了 她是美惠 你好 我是吴桂香 你好 那以后你就坐在他旁边了 嗯 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 那就麻烦你了 我先带你来报到 好 老叔 桂香 你来地上买什么 就你妈想吃豆腐 我来买给她 我刚好下班又回去 怎么样 鞋长的工作还可以吧 还好啦 可是就要常常加班啊 薪水有比之前少很多 没有关系啦 离家近可以照顾到家里 这个比较重要 可是就很少时间回去看你们嘛 你们最近都好不好啊 不用担心 我们都很好的 那阿妹的身体也好吗 还可以了 我看你买豆腐耶 是不是她胃口又不好了 你妈最近啊 比较疲累 身体也比较虚 都是一些老毛病的 好了好了 你赶快回去吧 那我不收回去了 吃饭了 建宵 秀枋枕陶 便当收好了 凉了就给盖上戴子了 我充饭菜都好了 你忙完了就可以先吃 妹 待会儿你在叫秀枋枕陶 吃饭我得赶去上班了 你饭都还没有吃就好出去啊 這個月工廠訂單很多得加班 快來不及了 有必要這麼忙嗎 飯都沒吃 你又在低估什麼 三班制時間已經夠長了 又常常要他們加班 這寫廠真的是很不合理 人家工廠就這麼規定 就照著走嘛 捧人家飯碗 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吧 本來想說換經典的工作 沒想到 他工作時間反而更長 貴家常常忙到 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這樣下去身體怎麼受得了 你以為我還能夠推拿多久啊 年輕人體力多做一點 幫家裡多存一點錢 有什麼不好的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真是的 還會不會 你不會說什麼 然後邊か 那邊 你也不會說 還會想說 有什麼 你 我也想說 你 把 假扮很累啊 可想啊 这个存折都没有动过 你平常买东买西的 怎么都用不到这边的钱啊 我自己有赚钱啊 可以用我自己的钱 我是一个男人 赚钱养家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需要用钱 就尽管拿去用嘛 娶了太太就是不一样 薪水没少 给我的钱倒是少了一半 真的不用吗 生什么气啊 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 就说出来嘛 不要给你在那边生闷气啊 我没有生气 真的没有生气 你很奇怪耶 我们是夫妻 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讲的啊 你是家里的长子 责任重大 如果你把钱拿给我 叫你家说我没会怎么想 还有你弟弟妹妹会怎么想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 你是我太太啊 我拿钱给你有什么不对的 是把他说要跟你说了什么 老叔没有跟我说什么 是我在想 如果家里真的需要这笔钱 你就尽管拿去交给老叔没关系 不会有任何意见 不是 肯定是他说跟你说了什么 对不对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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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晓 真的没有 没事啦 是你想太多了 对了 我这礼拜天放假 想要和娘家一趟 好啊 那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 我阿妹身体不舒服 阿妹怎么了 老毛病又犯了 那不去看医生啊 不用啦 我想回去看看她 她心情好了 身体自然就会好了吧 好 那你拿这个去提些钱 买些补品回去吧 就跟你说不用啦 那我这个礼拜天要轮班 也不能陪你回去 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回去 我带你回去 这就没事吧 嗯 你妈的身体还好吗 她心脏的问题 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老样子了 时好时坏 所以我才想要利用 休假的时候回去看她 这样我才比较安心 阿妹 不好意思了 中餐要麻烦你 不会啦 回去看看是应该的 不过过一阵子 陈美就要回来坐月子了 到时候家里会比较忙 你就不能像这样藏回去 我知道 阿妹 我留一般的菜 推翻在家里 给大家一起吃 好 早点回来 你说我回娘家看看 我会早点回来 我会早点回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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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都吃过 还吃什么 不准吃 坏习惯 来 吃吃看 好 酱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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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不错 要不是知道說 你這是從婆家帶來的 我還真以為是你媽 偷偷幫你做的 味道真好 一模一樣的 學了那麼久 當然不能掉阿妹的臉 你公公婆婆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讚美你這個媳婦 阿妹最近氣色蠻好的 身體一定好點了 好 你的嘴真甜 我自己的身體我會不知道嗎 能好慢慢去啊 那就更要多吃一點 桂霞 你瘦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是不是又要工作又要做家事 太累了 如果是這樣 放假就不要回來看我們 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就像你說的 我手腳那麼俐落 那頂家事哪裡難得當我啊 對了 你們記不記得啊 我之前拉鍊工廠有一個同事家情 他要結婚了 就上一次到我們家來沾水果那個 長得白白的 記得 你們啊都到了結婚的年齡 是該結婚了 你認識他的先生嗎 不認識 我離開的時候他們才剛開始約會 他們兩個是相親認識的 所以啊相親還是挺好的 你看又聰合了一對 不過我聽阿晴說啊 他先生是老二 所以結婚之後他們兩個要搬出去住 之前呢我還有一個同事叫阿玉 結婚之後就跟公婆一起住 不用跟公婆住 他生活可以輕鬆自在的 怎麼樣 你現在覺得很不自由很不自在嗎 你沒有那樣說啊 你是我女兒 你想什麼我會不知道 你身為大嫂的 家裡的事情 你要搬 很多責任 你要扛 我有時候真的很擔心你 你這個從小啊 我跟你媽兩個人捧著長大 這樣一個小女孩 嫁到了人家家裡面當媳婦 會習慣嗎 可是啊 我們已經選擇了 萬家就是你後半輩子的家了 就算再辛苦 你也要當不是吃毒啊 經過這樣的磨練 經過這樣的磨練 我相信 你一定會從一個小女孩 變成一個真正的大人 桂霞 你爸爸說的沒有錯 也許你剛嫁進去不適應 可是你要記住 萬家的人 就是你的家人 如果有任何的摩擦 你要把公婆 當成是我跟你爸爸一樣敬愛 小姑小叔了呢 就要當做景象一樣相處 最重要的是 跟萬家的公婆 還有家人 你們的生活才能夠圓融 我知道 你的嘴很膩 但是你的心很軟 你一定能做到的 你會不會做到的 你會做到的 你會做到的 我要看我的手 你會做到的 不是你會做到的 所以你在做到的 那邊的手 你會做到的 我怎麼會做到的 妹妹早 起來了 怎麼樣 忙得過來嗎 需要我幫忙 不用 都準備好了 可以叫她子彤吃早飯了 辛苦你了 上班來得及嗎 可以 辦到學長工作之後 我不用趕車上班了 時間抽獄很多 我可以把所有家事 都做完再出門 那就好 對了 妹妹 我今天晚上要跟德盛 去喝喜酒 會晚一點回來 晚餐可以麻煩你幫忙準備嗎 其實我之前工廠的同事阿晴 他要結婚了 我跟德盛喝完喜酒就回來 該做的假事我都會做 你 你跟德盛才剛結婚不久 你就要去參加別人的婚禮 這樣不太好吧 那是迷信 我跟阿晴是很好的朋友 我跟德盛結婚的時候 他要來參加 他結婚我當然要去 這叫李尚往來 李尚往來 那你們喝完喜酒 要趕緊回來 知道了 那晚餐就麻煩你了 謝謝 老天保佑 千萬不要讓德盛他爸知道 修風修頭 吃飯了 吃飯了 來 來 別想了 不好意思啊 交扮晚了一點 沒有遲到吧 沒有 進去搬 你在看什麼 我好像沒有看過你穿這套衣服 對啊 這一定會阿晴的婚禮買 好好看 那我下班這樣匆忙趕過來 都沒有打扮你 不太實力啊 不太實力啊 那我下班這樣匆忙趕過來 再不然我現在回去回來 不用啦 現在回去又看不到他挺舒暢 算了 反正你又不是主角 進去吧 是 走吧 對不起啊 什麼 跑去喝喜酒 這件事情我為什麼不知道 他是不是要告訴你的 今天早上 所以你也沒有阻止他 你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告訴我這件事情 你知道這樣做會洗衝洗 你啊 我知道 可是貴香說的也有道理啊 同事之間啊 有來有往 這也是一種 一種禮尚往來啊 我不管什麼禮尚往來啊 習俗就是要遵守 新人在四個月之內 不能參加任何的婚商喜氣 你街上那個李先生的女兒 就是沒有遵守 後完行酒回來 肚子的孩子都溜掉了 我們家貴香啊 要是因為犯罪 發生任何事情要轉翻 誰要負責 貴香 貴香 他嫁過來也沒有去哪裡啊 他慌慌喜喜的說 想去參加婚禮 我也不好意思讓他失望啊 就是有一種軟弱的婆婆 貴香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這樣子啊 會讓貴香騎在你頭上一輩子 你知不知道啊 好啦 不氣不氣 不過是喝個喜酒嘛 沒事的 不怕意外 只怕萬一 萬一發生什麼事 神經都救不了了 事許也要做事 你知道嗎 阿蘇在生氣嗎 嗯 阿蘇為什麼要生氣 好像是在罵抬手 為什麼要罵抬手 因為 因為這個家阿蘇最有權威的人 他說什麼大家都要聽他的啊 他不喜歡人家反抗他 還不懂 我懂 因為抬手不乖 不聽阿蘇的話 所以阿蘇就生氣了 所以阿蘇就生氣了 你才不懂 這個家啊 你命最好 阿蘇從來沒有大聲罵過 你沒有打過 你才不知道 阿蘇把他揍人的時候多恐怖 那是因為我都很乖 很聽阿蘇的話 才不是 就是 是 怎麼了 你們兩個在說什麼 阿妹 在這個家 阿蘇的話誰都會罵 就是沒有生過瘦頭 對不對 是嗎 那是因為我很乖 明明就是要說偏心 不可以這樣說你爸 你們每個小孩呢 你爸都很喜歡 只是最小的孩子 如果沒有比較疼 連老天涯都會看不過去的 又是算命師說的 是習俗 這些都是習俗 你爸就信這個 那我還真懂 好了好了 不要再說這些有的沒有的 趕快把碗洗乾淨 然後做功課去 好 今天 不是說今天的菜色還不錯 阿嬤吃得滿開心的 對啊 阿晴跟玻璃拌得滿體面的 那把這些菜 帶回去跟阿蘇阿妹吃 他們應該也會很高興 應該吧 平常家裡都吃得比較簡單啊 難得吃到這些特色菜 下風床他們應該會很高興 小孩子有吃有玩就很滿足啦 對了 我們早一天帶他們出去走走好不好 好啊 當然好啊 但是 我要加班 可能排不出什麼時間 可是我們結婚之後 都沒有去哪裡耶 趁這個機會出去走走啊 就一天嘛 就一天也不行 難道 你每天都要加班嗎 你都沒有收假 桂翔啊 我是這樣想的 推拿的工作需要體力 他說年紀也大了 我不希望他這麼累 再說啊 不要我們的家庭負責任務 等到將來有了孩子 開銷變大 所以有賺錢的機會 我都不想放棄了 趁現在多存一點錢 可以早一點把房貸付清 等日子好過一點再出去玩你 你也不吃嗎 這就是你對我們 新婚生活的規劃啊 這是我的想法啦 要是你覺得不好呢 能說不好嗎 好啦 趕快回家班 我還有一對家事要做 你快去吧 趕快去吧 去吧 走 阿龍 阿秀 阿秀 還沒有休息 你明天一大早 不是還要除車嗎 去洗澡休息 阿秀 我們有從食驗包一點東西回來 你想想吃一點宵夜 你家進來我們萬家多久了 三個多月啊 新婚四個月之內 不能參加任何的婚商行情 你不知道嗎 好像有聽說過 既然知道 為什麼今天還敢跟德盛 一起去喝喜酒 因為那是我好朋友的婚禮 所以我才... 朋友重要還是家庭重要 為了朋友 家庭就可以不要過了是不是 今天你去喝喜酒 開心了 高興了 萬一家裡被你影響 犯得臭 出了什麼意外 你還開心得起來嗎 那個是迷信嘛 只要不往那上頭去想 就沒事了 習俗就是習俗 不管你有一百個 一千個理由 都是一樣 該遵守還是要遵守 我不管你以前在你家 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你父母親怎麼放縱 我都不管 但是宰萬家 是我來做主的 你要不要當萬家的好媳婦 自己想清楚 只不過參加好朋友的婚禮 難道交也錯了嗎 來 克翔 我洗好了 換你去洗 克翔怎麼了 人不舒服啊 可是你臉色看起來不太好耶 沒事吧 得勝是開車的 最忌諱就是不專心 所以不要什麼事情都跟他講 讓他分心 叫你明白了嗎 沒事吧 沒事啦 我只是想說以後 我還是多加點擺好了 去洗澡吧 不舒服 不舒服 你怎麼一個人搬那麼多東西啊 下次需要幫忙叫我一下就好了 你有沒有跌倒啊 沒事啦 你很累喔 看你沒什麼精神的樣子 一定是有加班加抬完 睡眠固執的關係 多多少少影響吧 印象可大了好不好 我們同事之間講話 不用那麼客氣啦 這兩天喔 連續加班加到半夜 我可是累的喔 回到家啊 早也沒洗壓也沒刷 我直接看到床就昏倒了 你還沒結婚喔 你怎麼知道啊 因為每天回家看到床 連昏倒的資格都沒有 你怎麼那麼慘啊 你們家裡的人 都沒有人可以幫你嗎 家裡兩個傻瓜還小啊 就只有我一個媳婦 我不做誰做 這樣聽起來啊 我還算幸福 對了 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 你會來嗎 我加班他又為什麼不來 也是耶 回家 開亮了 來了 一起吃吃喔 來 吃飯囉 吃飯囉 要不要幫你倒個便當啊 我沒時間吃耶 又要去加班 原本想說 換個離家近年工作 可以輕鬆一點的 要不要叫貴箱 再找找其他的工作啊 大家都在做 為什麼貴箱不能做 可是 太說已經連續加了好幾天的班了耶 我每天早上起來看到他 都覺得他還沒睡醒的樣子 你啊 你也是一樣 畢業之後趕快去找工作 別在家裡吃嫌飯 知道 阿碩 我畢業以後也要出去工作 幫家裡賺錢 好 你有這個心我很高興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事啊 就多吃一點 乖乖長大 你的畢業啊 還要很久呢 好 念書 只要你能念 我都在陪你 好 好 乖 小鳳 多吃一點 我都在吃一點 我都在家裡 我都在家裡 喝喝喝喝 呜呜呜 阿妹 阿妹 回來了 那睡在這呢 會照亮的 你跟桂香 一個輪管班 一個上夜班 那麼晚的 沒看到你們回來 我總是不放心 桂香又去加班了 這禮拜已經加好幾天了 你們夫妻倆 一個星期真正能接到命的時間 也沒多少 這樣不太好吧 你能不能跟桂香說說 以後不要再去加班了 工廠規定不去不行 當初換工作 就是希望她能夠輕鬆一點 多一點時間可以照顧家裡 誰知道這個工廠 這麼壓榨的人 比以前還累 可是你們才新婚耶 沒有時間培養感情 那怎麼可以啊 我們都還年輕嘛 有工作就先拼工作啊 感情可以慢慢培養 怎麼跟你爸說的一樣 桂香是你老婆 你應該要好好地對她 你想辦法把收假排在禮拜天 你可以帶桂香出去走走啊 媽是過來人 有哪個做老婆的 希望老公經常不在家呢 來 難道你每天都要加班嗎 你都沒有收假 趁現在多存一點錢 可以早一點把房帶附近 日子好過一點再住住安逸 你不吃嗎 這就是你對我們新婚生活的地方 我知道了 排班方面我們也盡量想辦法 那就好 你趕快洗澡去休息了 阿明 你也是 早點休息 那我先上學了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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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阿明 這是綜合維他命 給你跟阿明補骨身體 都是英文進口的 很貴吧 不會啦 只要你們兩個身體健康 這些東西都不貴 阿明呢 在我房間裡休息 最近身體越來越虛 連起來的力量都沒有了 我去看看她 静下 阿咪 你怎么出来了 小心 小心 听到你的声音啊 知道你回来 就有力气了 老堂这也不是办法 就好像啊 真的在等那一天来到 阿咪 你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样揍自己 我是认真的 我想在我清醒的时候 把自己的后事交代清楚 我们有心慌 我们有不安 忘了你风飞翔会让翅膀干茁撞 越是伤 越是难 越是伤 越是难 越有一番心情香 脚坚强 别怕心苦酸 别怕泪漫长 经过几句无常才让生命更圆满 越是黑 越是暗 越是暗 越行温暖的力量叫善良 原调是一山窗 只要够勇敢 只要够勇敢 空也荒凉也能变星光灿烂 别在心中只一张望再设一遍 再次去吧 再次去吧